詞曲 李宗盛 要不這樣 不對 這麼過來 她在這兒 干嘛呢 单单喝茶 来 不是 这样 转过来 然后 傻笑什么呢 我可不嫁给小傻子 那可不行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你都答应我了 这回你可没有办法反悔了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 我们就挑个好日子 到时候我大大方方的 娶你入门 还傻笑 真不嫁牛 那 不吓了 我其实有个事想问你啊 我总觉得你姐姐 心思颇重啊 我还没过门呢 你就开始说我娘家的 你要再说我姐姐 我会真生气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这次呢 能大获全胜 多亏了 我们机智聪明的善长官 来 让我再多瞧一瞧 好了 不闹了 我来跟你说正事的 什么正事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们终于拿回了属于 我们自己的主动权 难道我们只照旧闭门 做买卖吗 你是想 你还记得 你说的那句话吗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但人若犯我 我必还之 那你是要 这种祸害 我们实在没有必要 给他留面子 而且现在 我们的实力在他之上 眼下又不需要好料子 是时候 给他们点教训了 就是 那 再喝一杯茶 来 来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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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睡过了 少爷 你怎么来了 过来看看你啊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 我给大家准备了宵夜 就在外面的食桌上 快去吃吧 谢谢大长 快去快 走走走 没关系啊 怎么样 好 怎么样 好喝 来 我自己来吧 好 坐 辛苦了 你才辛苦了呢 嗯 你最辛苦 快喝汤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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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所有的客源都往总店用 也不是个办法 我们得想办法提高 其他酒店的知名度 我早有此意 只是一直没有执行 这样下去真是可惜了 那些好地段哪 那劳烦郝掌柜 这几日想出一个对策来 好 我这就去办 要完了 应该的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 不 快坐吧 找我看看 看 这是 这是我新研制出来的炼雕 它是从原雕的手法上面发展了 这对玉的质量跟雕刻手法都要求几口 而且要先修光再拖环 复杂得很 小心碰啊 别 对不起啊 你说这个玉这么贵 对 这拿在手上和戴在脖子上都容易碎了 可是这个链子不是用来戴的 那用来干吗 放家里摆着看的 放家里看一条链子 嗯 有钱人的生活我是真的看不懂啊 少爷 我都送完了 给 最后一条送到城主府 千万小心啊 好嘞 放心交给我吧 小心啊 哎 你要不歇一会儿 别捣乱 来 谁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近日苏雨萱的营业额如此萧条 为什么 有些日子了 以往的大户常客 都不再登门 散根细细疏疏疏的 也都只看不满 哎 不是 这 照理说 你就算起陪阁死灰复燃 那以我苏雨萱的名望 那也不至于死啊 我出去一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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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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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这炸珠珊瑚奉赃啊 你看这做工多么的惊喜 这月多么的精英剔透啊 启培阁首发 我是独家代理 以后但凡提我的名字 去启培阁消费 不错啊 我给你们拿最低的折扣啊 是 你们再看一下这个东西 挺顺的呀 这感觉 呦 二位公子来了呀 慢聊啊 来 我看看 来 我看看 苏公子 您也来了呀 这确实不错 翠儿 快给苏公子上茶 瞧这手艺 呦 绝了 镂空雕的龙凤城祥 刀刀全是真功夫 整个云翠城 除了陪陪没人有这本事 那真是了不得呀 你说这启培阁 哥 这么长时间没动静 这别大招呢 小看他了 谁说不是呢 本以为这启培阁虎落平阳 这以后就不作愈了 没想到啊 如今金银和玉器两头都抓 还真是有点本事啊 你这块绝品到底如何得来的 那是人家裴公子 差人送到我府上去的 说是好东西好久没见着了 别拿刺的对付 刺品 这话是在说苏玉萱哪 你看你 苏公子 苏公子 这这这都玩笑话 您别当真哪 玩笑话 当年你们求着我留货的时候 怎么不开这种玩笑话 求 你们是卖货的 我们是买货的 到底谁求谁啊 我们苏玉萱百年老自豪 从不求人 我呸 百年老自豪 我看是一百年前没碰上陪佩吧 这不然还能撑一百年呢 不不不不 那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十遍怎么了 来 瞧瞧 这手艺 这品项 就是比你们强 要不是裴公子慷慨送我们兄弟赏完 我们还在你们苏玉萱买那些赔钱货呢 你说什么那 我们看清了什么叫宁缺勿滥 我们有好东西 宁可排队等着 也不关顾您哪 百年老自豪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还要打人啊你 别上和气 别上和气 打人 走走走走 这东西差还不让人说了 抓什么大鱼俩郎啊 怎么怎么走啊 算了 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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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一下 我说王掌柜 该还的款还得还 还要赖账到什么时候 王老板 你看咱说好了 等货品卖完了 把剩下的尾款截掉 你 诸位 咱这个货品卖出去 没有退的道理 要是不洗完呢 可以换别的款式品种 这还能有什么其他款式 不都是这些旧货 人家启培阁 顺手白送都比你们压强 是不是大家 就是 我们有钱啊 不如留这买带好的 大家说是不是 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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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退伙 就你们掐这个货 他 还能卖得出去吗 之前 买光我家原石的时候 支付了五成 五成 赶紧的 把窍我们的账 给我结了 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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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退了吧 该退的退 该劫的劫 该劫的劫 这个才小点啊 退 快点快點 快点吧 快点吧 快滚 快滚 退 大家别慌 大家看我队 十个一个来 你等着那么长时间的困惊 现在店里所有货品都知晓了 库房原材料已经积压严重 我们已经没有周转一辆了 你再这么下去 我们苏玉轩可就彻底管不动了 舅舅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 先 现在就 就两个方法 要么 研究出新花样 能比过培见 要么 你就只能找他们弹壳了 知道了 这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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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你饿吗 我不饿 不饿 我现在 我突然有点饿了 谢谢啊 嗯 好 辛苦了 我的大掌柜 你也辛苦了 我的大御师 最近这段时间 你没日没夜的雕刻 累坏了吧 我可一点也不累啊 而且十分过瘾 这世上应该再没有什么事情 比刁狱更能让我开心的了 嗯 那我呢 你 嗯 勉勉强强 变来敌 只是并列啊 哎呦 真够肉麻的 可可老夫人 你好 啊 快走快走 啊 还有功夫疗愈呢 依我看呀 你俩把这门亲事定下来 才是当务之急 啊 老夫人 你早上和郝掌柜去哪儿了 我带老夫人看好戏去了 看得起顺啊 对身体好 是你俩出的鬼主意吧 这全城的险贵呀 都在找苏玉萱退货呢 他们可是好长时间 都没开过章了 这种货啊 我实在没必要给他有面子 嗯 而且现在 我们的势力在他之上 眼下又不缺好料子 是时候给他们点教训啊 所以做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吧 把那些普普通通的玉呢 变成艺术金匹 让他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玉一条 而且我算过了 全城收藏披入的老主顾呢 就那么写 再加上几个分销店 等你完成作品之后呢 我就上门 挨家地给他们送过去 等他们看完你的作品 还去不去苏玉萱 这就不关我的事了 就你鬼主意多 谁让他们当初把这个原始 买进赶尽杀绝呢 那就让他们留着原始过年去吧 不过你可得好好雕啊 万一他们看完你的作品 还是喜欢苏玉萱 那我可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呢 放心吧 这种事情啊 就算在他苏玉的梦里 都不可能实现 嗯 就是 关键时啊 他们当时为了买空四乘八经的原始 本来是抱着日日人流不息的打算 但照现在这形势 怕是连利息都还不上了 这苏玉萱哪 不知道还能成几日喽 他们这就叫多行不义弼自弼 活该 少爷说的没错 等到他们破产那一天 才是我们敲锣打鼓该庆祝的时候 看你说的 素悟 素悟 好 头上的木簪待很久了吧 是的 苏少爷 可否赠予我 不白药 同你换 苏少爷 这太贵重了 我承受不起 你值得拥有这个世上最好的 来 好看 好看 我怎么会如此不争气 苏玉萱如此静地 而我心里想的 苏玉萱 却只有你 苏公子 是你找我 突然想来看看你 过得好吗 我过得很好 是啊 怎么会过得不好呢 你呢 我不好 很不好 苏玉萱 苏玉萱要火严重 生意恐怕做不下去了 最可恨的是 心上缘 远在敌人之手 苏少爷 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就先 双双 之前你一直跟我说 你不在乎外表的荣华 我当时不理解 但是我现在想通了 这些年 我一直都错了 我心急 我追命逐利 我到头来 一场空 现在我什么都没了 才知道原来这世上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但除了你 双双 回来吧好吗 苏少爷 我想我之前已经跟你解释得够清楚了 还请苏少爷自重 不要纠缠于我 双双 这件事我做的 我觉得我自己要缠万贯 我就理应得到你的芳心 我不应该这样 可是我现在支撑不下去 我需要你 你腰缠万贯的时候 我都从未稀罕过 现在 我又能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你不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到底要怎么说 我到底要怎么说 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才能满意啊 你说 你要干什么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也敢动我家少爷 他是我未婚夫 我 沈双双 你不要因为拒绝我 就开这种玩笑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 我 你来做什么 你赢了 彻底赢了 我从来都没想跟你这么输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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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中 我不应该这样 我真的错了 可是我现在只剩不想去 我需要你 吃得到 姐姐 我没事 这样说清楚也好 对不起 我刚刚为了应付她 口无遮拦了 我知道 素觉这个人 骄傲自大 目中无人 如今竟然亲自登门求贺 看来苏玉萱这次 是真的被逼上绝路了 人在坐天在看 因果有轮回 从你第一次进苏玉萱的时候 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已经想清楚了 这一辈子 我想和你相守相互 苏少爷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同你 从未想过男女之情 少中 可是我现在只想不想娶你 我需要你 你要缠万贯的时候 我都从未稀罕过 现在 我又能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菊儿啊 把那牌片摘了吧 这 这 你 你这是干嘛呀 冷静冷静 我配不上你四个字 你怎么如此秀臣 车到山前必有路 什么路 死路吗 反正我样样都不如配备 苏玉萱的生意 都要做不下去了 何必应成呢 菊儿啊 自你爹娘临世 我不择手段地帮你 甚至恶事作继 只为助你立足云翠城 你这才几天 你就自暴自弃 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之前我还跟你说 要想生意继续下去 要么基数赶超他 要么跟他合谈 这看来 都是我太手软了 只要你想赢 只要你能振作起来 只要你能 保住粗家的基业 办法我来想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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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觉得苏玉萱 其实挺可悲的 你这是在同情他吗 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你想想他之前做的种种 少爷 那确实是 不过他对姐姐一往情深 倒不像是假的 你就不用太忧虑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老天有眼 自然会安排妥当的 老夫人 老夫人好好好 用力均匀啊 李嬷嬷 你端的这是什么 这是给少爷和丹丹姑娘 准备的汤 什么汤 是麦冬炖的莲藕汤 佩儿啊 脾胃虚寒 丹丹呢 也体虚胖冷 这麦冬姓寒 喝了 只会更伤阳气 炖到我屋里吧 是 夫人 我来吧 李嬷嬷 你重新拿些鹿绒 给他们炖上吧 是 让你费心了 夫人 这是我应该做的 走 走 还会说怎么着啊 什么 下下下下 下去 怎么会出这种炸子 怎么 不可能啊 舅舅 你又干什么了 你不用知道 你现在只要记住 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究竟我一人所为 跟你没关系 不应该啊 不应该啊 怎么会这样 这早上还好好的 怎么不到半天时间 就这样了 老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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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毛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娘身体一直都那么好的 怎么能说没就没呢 为什么 好 少爷 事已至此 老农 老农就不瞒着您了 其实老夫人 已身患绝症多时 她怕你们过度担心 就一直瞒着没说 其实这些日子 老夫人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啊 生怕自己走了之后 已难成裴家家业 落魄而终 所以 才不再由着你的性子 不然变得严格谨慎 单单姑娘 也是老夫人前半叮嘱后 安排在您身边的 只怕有一日 能督促你勤勉上进 重振精神 少 降国家 快 来 孤儿 肯定 resting 这么难不能 快 小郑 就算vis 可能 老夫人 我与老夫人毕竟有些年头了 这一下就把我弄慌了神 我 我真的害怕了 我救我 救我 不怕 不怕 这老狐狸死了也好 反正早有一天会轮到她 事已至此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们只能再想法子 除掉佩佩和善丹丹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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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九 这件事情太过于意外了 闪丹丹那个丫头精明的 我还怕她知道会怀疑到我头上 现在就走 我们俩一起高楼环下 找一个山清水修的地方去享福 不再招惹这些是非 好不好 好好好 桂香你别怕啊 有我在呢 但是你想一想 这老狐狸刚死 咱们就走 必定会招来嫌疑 我们先稳住 你再多待一些时 先盯着他们 那以后的福 还怕没时间想吗 王九 自你我相识以来 你便捅我脚 要把我从佩府接出去过好日 这一话 我也替你全服佩府施与财 你对我的承诺 桂香 我都记着了 我知道这些年 让你受委屈了 但是我发誓 苦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你 你再给我点时间 好吗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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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差人买来的药材 用于滋补气血最佳 给 老夫人 这不是给少爷准备的吗 给 老夫人不敢当 还是先给陪少爷吧 都是一家人 给谁不一样啊 来来来来 拿好了啊 谢谢 丫头 长得真好看 你们姐妹两个性格迥异 但是 都急着人喜欢 可惜呀 我就只有一个儿子 若再多一个 一定要收了你呀 做我的儿媳 我独立完成了一个耳话 我给老夫人看 老夫人一直在垮我 说我聪慧 姐姐你放心 有老夫人罩住我 老夫人特别心意 我不能辜负 姑娘 我 说 你是怎么串通李嬷嬷 我害死裴夫人的